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駿宇,在我身邊有蕭永青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由過去兩集,我們都談及共同富裕的話題 亦都引來很多留言,不同的討論 但其實除了香港或內地的投資者關心之外 似乎美國國際投資者都看得很重要 例如很多人都認識的索羅斯 早前有幾篇文章,都炮轟內地 認為內地參與太多經濟,會損害投資者利益 甚至美國企業,不應該投資內地 先生,你覺得他的反應,會否過份過火 或者他有政治立場,指控內地 我自己認為,海外投資者有這樣的擔憂 是正常的 因為中國的歷史上,中國政府曾經不止仇富 將富人作為階級敵人 要鬥誇鬥臭 在農村、鬥地主、在城市、鬥資本家 所以,一提到,要針對富人 要他們做多些捐獻 引起共產的猜疑 我自己認為,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中國政府在政策上,在這方面,下降的力量多了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認為,與中美較量有關 中國的孫子兵法,稱為不戰而屈人之兵 如果中國國力出動武力對抗 可能會造成很多死傷 人民的苦難,影響其他國家 所以,應該盡量避免武裝衝突 如何不戰,都可以屈人之兵 我相信中國政府,不是中央沒有人跟我說 是開闢新戰線 在非武力方面的較量層面 開闢新戰線 其中一個戰線,就是人類的共同理想 就是要共同富裕 隨著科技進步,生產力上升 大多數人的生活,越過越好才正常 西方社會,是一比九十九 不是九十九富,而是九十九窮 所以,大陸已經成功,令到基層脫貧 現在,大多數人,都能夠分享經濟進步的成果 如果這件事,可以做到 人類進步歷史上,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不用再貧富懸殊 如果這件事,可以證明中國的模式,會比美國更強 我相信這件事,是最難解決的問題 如果證明解決,可以不用靠武力 這只是其中一個環節 所以,我認為,他找了這個比較難解決 無法解決 他嘗試去解決 當然,現在解決的方法,我未必完全認同 但我認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都是對人類有好處 在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共產黨自己都模糊了 有一個時候,容許少數人先富起泥 容許民企掌握生產工具 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之後 有一段時間,整個中國共產黨都在爭取利用 爭取發財 根本忘記了共產主義的初心 現在,他要紐正 最初是打攤 現在要企業盡更多的社會責任 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難免出現矯枉過正 即是,你走這條路,突然走回頭 人們不知道,你向左邊會擺多少 所以,大家一旦轉向 另一方面 大陸有一個說法,叫矯枉必須過正 即是,有一件事錯了 一枝鐵枝扭軟了 你如果扭軟了,你一放手,就會扭軟了 你要扭軟了,它會彈回頭 所以他們說,矯枉必須過正 大家看來,它好像過分了 但我看到最新的情況 它開始糾正,這些過正的做法 之前,有一些無派的文章 大陸人都感受到,要作新黑的改革 《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 出來解釋,中國不是走回毛澤東時代的路 最近有一篇文章,明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錯誤的決定 從老祖宗開始否定 以前,他沒有說得那麼清楚 另一篇文章,不會說平均主義,作為36、不作為36 劉鶴出來,亦都說民企的功能 中國會很重視 最近有一些,趁毛澤東一百周年 四十五周年,我忘記,沒有死了那麼久 去總結,一些中國共產黨自己走過的路 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有充分的肯定 所以我認為,現在是為了矯枉,而作出過度修正 之後會緩和 因為中國的確不會走回以前的路 如果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話 香港現在的股市,是因為矯枉過正,而過度恐懼 遲些會因為逐步修正,走回一個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路線 而重新恢復投資的吸引力 索羅斯看到矯枉過正的部分 沒有判斷,中國其實是不可能走回文革的錯誤路線 最近那篇文章,很明顯承認文革是錯誤的 而這個錯誤是毛澤東的責任 如果說得這麼清楚,應該都不會走回頭 如果不走回頭,只是因為轉彎,扭過了態 然後轉彎回頭 先生,看法就是,與美國的關係 令到不單止意識形態的鬥爭 甚至在實質功能上,都要告訴他,制度上更加好 如果施先生,你正確的話 好得你的看法在金融市場 是否外資,甚至乎本地投資者 現在這一刻,是太恐慌 或是已經沒有太恐慌 金融市場是回來的 其實今年,自從馬藝集團上市被叫停 幾個月的監管風波、行業政策 令到金融市場,感覺到比較大變化 事實上,外資之前我們都說過,其實逐步有些撤離 至於,剛剛去到這一兩星期,大家見到 可能索羅斯出來寫 我想,某程度都是反映了,西方投資者的部分的擔心 不過,你見到,其實逐步 他們都開始吸入了部分 索羅斯這段時間,有沒有指標性 如果大家的印象,或記憶深一點 上一次,比較高調去批評中國 應該是大約六年前 就是2015年 2015年的時間,他都是很高調去批評中國的整體經濟 當日,他覺得在外戶儲備急劇下跌的時間 他認為中國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結果,大家都見到 他所說的,中國經濟一開始,有見底的跡象 所以,他今次批評整個中國經濟或股市 他的主要批評是,私人企業純粹為國家工具等等 覺得沒有投資價值 我覺得,有少少說得過了 浩德,你覺得他覺得過了 C基金有甚麼部署,如果是近來的股市跌得比較過龍 會否增持股票 我們在這段時間,覺得 真正受情緒影響比較多 情緒影響比較多 尤其是,對外資的態度變得冷淡 港股是比較受到牽連 相反,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A股和港股 本身,大家都在投資中國經濟相關公司 A股比較硬 當然,有很多技術的原因 港股是由於,部分外面的投資者,看得比較淡 我們覺得這段時間,在價錢上高,開始比較吸引力 整體來說,比起之前6至7月的時間 其實我們的倉位,已經逐步慢慢提升 我不是負責基金的投資 我自己的投資,我會加碼 增加自己的倉位 大家要記住 問施生,我們剛才提及過 過去兩星期,都有提及共同富裕這個話題 我看到很多觀眾有留言 其中一個方向,會否擔心 對這個政策反應會過大呢 施生,你本身已經把很多財富捐獲 會否有時間,跟觀眾說一下 其實,你的慈善活動是怎樣的 其實,我最近提出一些對中國政府的做法 有所擔憂,甚至有所批評 我基本上,是賺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提出的,不是我怕被人共同富裕 我一直主張,要將人類生產出來的財富,作公平分配 包括既要分配給出資本的人 亦要分配給出力的人 有份創造財富的人,應該可以分配到公司產生的利潤 這是我一貫在管理公司上的做法 有些人說,別人不是叫你個人捐,別人叫你公司捐 我的做法不是捐 我的做法是給創造財富的人,有份分享 這是馬克思主義,認為財富是勞動產生的 有勞動才有財富 參與勞動的人,一定要分配 當然,在現時的經濟環境,需要有資本 例如工業生產,需要有廠房、機器、原料、請工人 沒有資本,不能做現代經濟發展 所以,資本都要回報 這是我的基本理念 至於,我個人一向認為,不需要太多財富 所以,我將公司主要為中原 即財富的主要來源 中原,我擁有的股份,已經在實鬆的年前 都放進去的慈善基金 即是,所有股份都捐出來 我名下的所有股份都捐出來 中原賺到的錢,不會落到我袋 中原賺到的錢,就會派息給慈善基金 慈善基金,會在各種各樣的慈善事業內 我之前,主要做中國農村的扶貧工作 十多年前,已經開始做了 十多年前,我高峰期一年,做二百多個項目 不是少的 但最近幾年,不能做 為何不能做 因為,大陸政府做得比我多 我以前在大陸,建的路是土路 鋪紮射,鋪鎮泥 水泥,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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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油 但有條路,都行到拖拉機,及吉鋪車,及電單車 都幫了很多手 最近,無線物,有提及懸崖村 我去過很多類似的村,去建路 因為他們爬那些築梯 我去過那些區,但沒有爬過那些築梯 因為那些築梯已經失修 因為我們幫他們建了這條路 但現在,政府建的路比我更漂亮 我便不能建 我以前是幫他們建水架 下雨,可以儲蓄水 現在政府打了井,有自來水 根本,我建來也沒有用 以前建希望小學 現在的學校比我更漂亮 本來,農民來我申請援助 所以,我便要他們出錢 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出七成 當地政府出成半 農民都要出成半 農民沒有錢,便出工 即是出人力 農行的時候,來幫忙做事 現在沒有人替我申請 因為你替政府申請,他不用出 政府出了,我還要他出一部分 政府批得比我更快 我左言右言 政府有很多項目 一些幹部要鬥批得快 所以,我沒有做那麼多 我現在轉去做其他國家的 例如緬甸羅興亞人 或者不同地區 但那些不是我做的 我透過聯合國 透過一些NGO 我來巴連,也有幫男民起學校 不是起學校,是辦學校 在香港以前做得少 現在,我都做一些老人問題 青年人問題 但是,大陸的扶貧工作,做好了 這是事實 我剛才說的 他做好了扶貧,現在又想做共同富裕 作為一個跟美國較量的手段 大家清晰一下 詩先生的慈善工作,很多年前已經在做 而且不是捐少少辦事 有些人扮演,我是將中原和AN730所有的股份都放進去 不過,刺線有時要低調一點 無謂到處吹 我們剛才所說的,其實不斷有中美關係 近來有些突破性發展 因為傳聞都應該會被中美的領導人 已經交流了 我們今天拍攝,星期五 應該是今早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習近平主席 通過了一個電話 上次通話,大半年前,今年2月 隔了半年,他們再次通話 大家的理解,中美在幹部級交流和對話當中 大部份都似乎沒有成果 有些火藥味 解讀,拜登希望自己作為元首,親自去打個人牌 看看中國在很多方面,可否談一談 不過,中美在這段時間的策略都很不同 每次談談,似乎中國希望 在中美關係,有一個整體傳盤的定位 西方或美國,似乎將它發展為零 每一個議題上,看看中國會否願意配合 具體的問題,中國說,你基本上定位和我作對 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 我自己覺得美國想解決什麼問題 之前特朗普年代的貿易戰,訂了很多關稅 實際上,最後累到美國 美國的很多商界,都想 之前特朗普說,有一批貨,不讓賣給中國 但後來發覺不對勁 讓他再賣 但時間已經到期 拜登也沒有及時延續 所以,美國的商界,希望在這方面 政府可以鬆開,讓他做生意 我相信拜登,如果自己這樣退 別人覺得你讓步 最好,跟中國談判,看看能否換到東西 中國之前的態度,不用換 你自己教練自己的事情 你說,讓公司賣,就不用付 你不付,都不付了那麼久 所以我覺得,小地方美國是準備談判的 大地方美國,現在是未準備談判的 所以,都不會談到太多事情 會否配合剛才說的話題 可能轉左的政策,會有少許修正 加上中美見面 領導人的會談、會面 或者聊天 有否可能是短期股市的壞消息出現 甚至乎有些好消息,會令到 跌了那麼多股市,升上去 如果股市好看的視野,就很短 每一天,有沒有新的新聞出來干擾到大家 這個禮拜,可能大家比較留意到 可能一些小顧問知道 曾經擔心遊戲機打得多,會嫁懷小孩 所以,有約談事件 約了騰訊、網易都比較大的遊戲經營商 然後,開始有些人流傳,令版號都會暫停 即是新的遊戲未必會出現 大家又再次觸發到大家的擔心 究竟這件事,或整個大方向,是否左轉得很重要 很多人要監管,或是企業的發展空間等等 但你見到,很快市場都會發現,原來不是去到那麼盡 所以,這段時間,消息似乎比以往,沒有那麼大 所以,當市場慢慢逐步消化了 即是,之前大家認為,越來越多的新聞,大家形成一個預期 發覺,如果這些相關的政策新聞,或態度能夠有緩和 當然,市場就會很快反映 如果我,就直接一點 我認為,現在的股價,是在恐懼下 在一些初判形勢下,所產生 所以,當形勢越來越明朗 股價,一定會做好一點 如果以生機的星期來看,有波動,一點都不奇怪 但如果半年,一年的時間去看 我認為,不會停在這個水平 一定會有相當明顯的升幅 C先生,信心很大 股市應該會見底回升 好得都相對樂觀 我都希望,大家股民就可以開心一點 在年底時,賺錢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去多點我們的網頁,或者youtube頻道 可以看多點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拜拜